现在是下午5点钟 我们刚到直播场地 大洋总一来了这个人钓鱼 大洋总 我们不是过来直播的吗 直播明天播吧 直播明天播吧 哎呦 上鱼了 你刚到你不累吗 不是我不累我不累 你们还累怎么都上鱼了还累 所以说我来的时候就看那条河 知道吧 所以我想试试里面有没有鱼 我估计没鱼 累是刚来是确实有点累 但是呢我看到这条河了之后 我瞬间就不累了 我来试一下 哎呀小鱼 我真有鱼啊 我一马一 小翘嘴 我那太小了 放声 我一马快快 放声了 太晒了 你看快走 太晒了 你快别在这待了 快 这么晒 你来钓鱼了 你待会让我 让我好 大洋哥讲述大小洋嫂 为什么在直播间 很少同况的原因 大洋嫂和翔嫂 这样我们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比如说在直播里面 同况都比较少 以前同况是非常多的 但是 总是有一些 就是将他们两个对比 也有一些说好的 也有说坏话的 其实对比 非常影响 影响他们的心情 毕竟他们直播是很少的 他们内心那个 不像我和小哥 对吧 比较强大的 像女生啊 他们的内心 没我们能扛 我和小哥也是啊 不想自己的媳妇 因为直播 受到一些 后面的影响 所以先看一下 想要少和大洋嫂 他们是 就直播都很少同框了 但是以前是经常同框的 他们两个世界下 都是非常好的 只要他们俩在一块 就稍微有一个 不好的细节 像大洋嫂 它是 就是比较 内向 对 确实内向 可以看我媳妇 在直播间的时候 她都是站的 也很少 想要也是一样的 对吧 在直播间都是好好直播 所以说他们两个一在一块 就稍微有一个 你们觉得 哎 没说话 就觉得他们俩怎么怎么了 有一些呢 会把他们俩对比 什么都对比 真的 各个细节都对比 所以真的 对他们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尽量 就是 不能因为一场直播 让大洋嫂嫂嫂不开心啊 所以我就想兄弟们 以后这个大洋嫂嫂嫂 东方了 没必要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我可以看看别其他的内容 其他的东西去评论一下 就有时候 把我和我弟对比的 我也觉得没必要 这两个都是亲兄弟 都一家人 当嫂和小安嫂也是一样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需要去对比 不需要谁比谁强 对吧 我们都希望互相都好 我和我弟从小就是这样的 你好我也好 对吧 你不好我也感觉不好 只要你好了 我如果现在处在不好的情况 我都感觉好 真的都是会互相考虑的 当嫂和小安嫂也是一样的 都是互相考虑 有时候小安嫂看到 评论不好 是评论当嫂的东西 小安嫂就赶快打个电话 说赶快评论能不能处理一下 不然大嫂看到了会不会不高兴 有时候呢 大嫂要看到 关于想要找的一些不好的评论 你给我打电话 当我去看一下 处理一下评论 怕想要少看了也不高兴 他们都是会互相思考的 我觉得这是多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尽量 要把你们想说的东西 不要放在这个对比上 对吧 可以放在其他的 其实现象啊 现象他们是非常好的 我媳妇有时候买衣服 给这个弟妹家的小孩 对吧 我弟妹就是小安嫂 买衣服给我女儿 我女儿一出生 刚出生的时候 我弟妹和我弟 他们就来了 给打红帽 他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也是 都是一样的 我们家都是很和谐的 因为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 都会互相考虑 生妈哪个不开心啊 什么怎么样 小安嫂当然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毕竟是一家人嘛 是不是 一家人关系能不好 对家和万事心 所以真的不必对比 主要是担心什么 他们只要担心对方的心理 万一遇到不好的 他们担心的是对方 小安嫂担心大安嫂 大安嫂担心小安嫂 真的是互相担心 所以那种互相担心 鸡胆多了 他们对于直播 两个人在一块 就慢慢有恐惧感 生妈一到一块 大家就对比 一对比 他们就互相担心 着急 以后真的 大安嫂和小安嫂通光了 我希望大家关注点 放在其他的地方 谢谢兄弟们 天奇才是三只羊 挣钱最快的主播 轻轻松松就挣了一万 把小杨哥后悔死了 你要是能揭住这十个 我给你发一万红包 十个 他要是能把这十个揭住 你们让我干嘛 你干嘛 哎 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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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Waiting for me east for me inhas 连期 Governance 吃飯一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尋某年某天某地 是堅決政治的空氣 你的不及 Consumer 驚喜 〔淒笑疼你叫天與地 〔淒笑無悔更生等你 〔輪имер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奉手曾精彩过 愿玩某年年月月晒去 是个多想爱你 如果十日在这生无需相见 在某年圆圆圆全共在一生也愿意 地位瞬间一目了然 小羊哥你不用解释 家庭暴力老铁们看多了 只是苦了羊霸 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却没想到在带货完防晒霜后 不服气的羊霸竟再次被狠狠打脸 销了600多万单 评分4.97 这是我们家的美康粉带的防晒霜 它是50倍三个家的高倍防晒 兄弟们 这个我们卖过一次 很给力 像你每天用一些很多的护护品在脸上 但是你如果不注意防晒 真的护护品就是白用的 紫外线对皮肤伤害是很大的 我就怕你们说 快吧 看 试用妆 三个试用妆 回去先试用 感觉不行把他退了 69就能到手三瓶防晒霜 三包小样 一瓶芦荟胶 不得不说 这价格确实不错 我让你喂老妈 喂手 众所周知羊妈偏爱大羊哥 从他的抖音备注就能看出对大儿子的喜爱 可是就在带货时 却发生了一件让羊妈非常生气的事情 只因小羊哥的一个不小心 让大羊哥狠狠地撞到了榴莲皮的尖刺上 当场血流不止 可想而知当时的大羊哥是多么的痛苦 小羊哥看到哥哥如此痛苦 关注着哥哥的状况 且说产品的时候也是语无伦次 而大羊哥也并不会责怪自己的弟弟 为了让弟弟专心带货 也是坚强地笑着说都是小伤 可随后带货完干缘零食后 大羊哥的一番话 更是让网友们为之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